我跟金圈太子爷从小一起长大 打小就是我妻子她 到处哭着找妈妈 后来我妈听了什么狗屁大师的话 说我这辈子只能怀上陆成的孩子 两家本就是屎娇 所以为了让我们度假有后 我跟陆成结婚了 结婚两年 外头的女人都排队大喊 请陆太太退位让闲 不过每次听到她儿子在外面 一点风吹草动 就让我去把她从别人床上抓回来 我早已经习以为常 只是每次都扑空 都没有抓到陆成的真凭实据 男生 你老公都躺在别人枕边了 你还睡得着 就不怕陆太太的位置坐不稳 我睡眼眸弄又问道 妈 又是哪个小妖精 结婚两年 外头的女人排队等着我退位让闲 这种情况我早已经习以为常 只是每次过去都扑空 从未抓到过她的真凭实据 我把酒店房号发到你手机 你就把人拎回来 停顿了一下 不过又说 你这孩子 你再对她这么不上心 我也帮不了你了 不上心 那也得她给我上心的机会呀 两年来 她回家的次数屈之可数 两人每次见面都闹得不欢而散 她躲我就跟躲温神似的 我去哪里上心啊 只不过她以前不这样的 她对我很好 很让着我 只是那次意外后 我们就成这样了 闭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 我直起身子 温暖地说 妈 我知道了 你把地址发过来吧 半个小时后 我在酒店经理那里 到房卡的时候 爸小爷已经到了 两人到了套房门口 我拿着房卡正准备开门时 刚刚还很平静的心眼下 就不太痛快了 虽说早就司空见惯 但好歹是自己的东西 被别人抢去 心里多少会不舒服 房门打开 里头有声音传来 四条 门口两人一头雾水 不是说捉服的吗 怎么在打麻将 几个男人旁边 陪坐的小姑娘 还是让人不舒服了 特别是我家面位 嘴里叼着香烟 右手摸着麻将 而我昔日的闺蜜 正娇滴滴挽着 她的胳膊坐在她旁边 排桌上的几个男人 都是A式的天之娇子 最优秀的男人 让我眼中的男人 仍然是那个 最惹人重目的 五官轮廓十分俊朗 鼻梁上架着一副 金色边框的眼镜 四文中透着脾气 无论看多少次 都敬为天人 她的姿色 别说花钱找女人了 多少女人 为她倾家荡产都愿意 集团在她接管的两年之后 也直接成为了 A式的龙头老大 谁见她都要让三分 如果她还像以前 如果没有那一次 她应该会是 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老公 她哪哪都好 只可惜对我不好了 面朝门口而坐 相熟的朋友见我来了 先是一惊 然后一脸笑着打招呼 三嫂还没有喊出来 男人一个冷眼扫过去 她连房改口 姐 你怎么过来了 我扬起轻易大气的笑 不紧不慢地走了进去 想你了呗 过来看看 姐 你这玩笑 我可不敢接招 不用说 肯定是来抓她三哥的 这两年 她们都习惯了 把这么漂亮的媳妇 搁在家里不闻不问 她三哥到底怎么想的 我今天晚上 穿的是一套过膝的 AA0小黑裙 一头瀑布式的黑色大波浪 头发随意而落 每一根头发丝 都散发着不可抗拒的气场 困惯预布 来到麻将桌跟前时 屋子里头的那些小姑娘 早就看了目瞪口呆 我来了 闺女送她的男人的胳膊 起身打招呼 你来了 我没有理她 我瞟了一眼男人的胳膊 她连忙解释 刚刚领了牌 我替她开心 所以她的话没有说完 我抬手就掐住了她的手腕 你以后再碰她 我剁了你的手 听见了吗 她紧紧的眉疼 你把我捏疼了 女人的叫话让自始至终 无视我的男人 冷轻轻地看向我 你不松开她 我先把你的手剁了 旁边的女孩看气氛不对 好奇地问 咦 这位是谁啊 烟雾从男人鼻梁上 那副金色连框的眼镜 周围散开 她斯文地敲一下烟灰 不认识 话音落下 屋内之根之底的朋友 全愣住了 不认识 一定就认识 而且认识了23年 今年我正好23岁 麻将桌旁边 我好气又好笑 就算这样 我还是走到男人跟前 轻声提醒 两点半了 该散场了 男人右手夹着香烟 仍然很斯文 四摸十三腰 仿佛我是一团空气 看气氛尴尬 闺蜜站出来原场 男人爱玩是天气 他们也都在 其实你不用太担心 我好笑地说 要不你先去结婚 把你老公借给我玩一下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我说完手指敲了敲麻将桌 但声道 来一局 有人抬头 姐你也要玩 一旁陪我过来 捉服的发小 忽然笑了一声说 怎么着 只有男人能玩 你能不能 一头帅气的短发 热心发衬衫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男人 说爸他又看见了我 宝贝 听说这家酒店会走的小伙子不错 给你喊两个 拉开绕出来的椅子 我若无其事地坐了下去 好啊 我说完 男人的眼神终于落在我的脸上 我直接无视 接着面前的牌打 三桶 没多大一会儿 几个帅气的小伙子 就站在套房客厅里 大小分数着那个 最高最帅的男孩 让他过来把我陪好 男孩领个任务 笑领盈盈坐在我旁边 姐 我坐在你边上 你准赢钱 我乐了 姐赢钱来给你封大红包 果不其然 几圈排下来 最损的是别家打牌我不胡 只要我家那位出招 我准让他放冲 所以眼下他的脸色可想而知 最后我用一个十三腰之后 男人啪哒 把手中的麻将砸了出去 一张脸冷的机会 把周围的空气凑结 我没放在心上 从洗牌机里推着麻将 笑着调侃 大少爷输不起啊 输不起就回家睡觉来 听到我让他回去睡觉 男人笑了 想趁机睡我 你想听开了 他说完 闺女小心翼翼看了我一眼 心想我们这次会离婚吗 男人的嘲讽我没放在心上 只把迎来的钱 递给旁边的男孩 这是姐给你的红包 接下我塞过去的现金 男孩停停开口 屋子里其他几个姑娘的眼神 瞬间亮了 羡慕得要命 收我的钱 男孩忽然红着脸跟我说 姐 我还能让你更开心 要不我今晚跟你走吧 男孩说完这话 屋内几人都抬头看了过来 一时之间 屋子里格外安静 安静的一根针 掉在地上都能够听见 周北翘着腿 靠坐在沙发上 打破了僵局 男生 人家小伙子这么诚意 你别浪费人家的一番好意 别抱铁天雾了 周北说完 肚沉回神冷笑了一声 长期缺爱 是在找男人打两针了 五天后 风情万种地站了起来 大方的笑说 木白 老婶 你们看我家那位都发话了 那我先去打两针 一个漫娃 说着又看向旁边的男孩 走呢 帅哥 带你开房去 好的 姐 硬着我 男孩又凑到我耳边 七七思语了几句 真的呀 那我等会儿看看你的技术 我就是推周 周北带着另一个男孩 也一起过去了 屋子里面 露成那张思乌的脸面 再也挂不住了 哐当一脚踹了出去 下一秒麻将捉翻了 麻将噼里啪啦地滚了一地 叶楚站在他旁边 脸都吓白了 拉着他手臂喊了声 露成 叶楚受惊 苏木白说他在这里不合适 就让人先送他回去 门口那边 我连头都没回 然后有兴趣问那两个男孩 会哪些火 什么样的姿势最舒服 干这行挣钱吗 周北回头看了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笑 心里也紧气了 一会儿 我拿着房卡 来到另外一间豪华套房门口时 露成面肉冰霜地 朝这边走过来了 想睡其他男人 那是不可能的 他露成不要的东西 别人也休想碰 我看他来了 像碰到熟人似的热情打招呼 好巧 你也来开房吗 一夜宠呢 要不你把他叫着一起 不等露成开口 我又说 自欺一场 我虽然睡不到你 但好歹让我看看 你在床上的寻风嘛 突然以后离了婚 别人问我前夫床上工作怎么样 我都说不上话 我的调侃 周北一直在旁边看着我笑 笑得很宠 露成说你真贱 我若无其事的笑说 我不见得和你拿结婚证 能睡在你家床上吗 我和露成直领了结婚证 没有办婚礼 本来是要办的 露成临时取消了 这件事情 一直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也因为如此 所以我俩的婚事 没有多少人知晓 看我被露成拦住 听我提到结婚证 跟着我的男孩连忙上前说 姐 要不你先 只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露成拢得一脚 就踹在他的胸口上 紧跟着 男孩顶着一张煞白的脸 连连往后退了几步 最后空当一声 重重地跌在地上 这时 我终于收起一惯的好脸色 露成 你够了 他觉得你没关系 你来你的 我玩我的 腹部相当很公平 我的倔强 露成脸一沉 转世就掐住了我的脖子 脖子被掐住 我的脸瞬间涨了通红 周北看露成真生气了 立即拉住他的手腕 露成 动手就过了 周北说完 孙露白和沈黎他们也打过来了 看着眼前的情形 赶紧上前把露成拉开 之后看了一脸摔在屁上的男孩和他同伴 赶紧让他们先走 要不然等下真要出人力 右手捂着自己的脖子 咳了一阵子 冷一口气终于缓过来 我二话没说 抬起自己的右脚 就猛地踹了露成小腹一脚 就然间 露成的脸色煞白 一旁苏木白 他们瞬间全都愣住了 知道我火 谁想到我这么火 露是着露成 我捂着自己的脖子 冷冰冰地说 你再和我动手试试 看着我带着恨意的眼神 露成的心脏突然狠狠抽了一下 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冲动了 于是在垂眸看了我扮上 两手揣进兜里 侧转过身不说话了 沈黎见状 推着两人说 行了 到了一个晚上 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 沈黎的解围 露成从兜里拿出右手 一声不想按着我的后脖子 就把我带走了 到了楼下停车场 露成把我塞进去驾驶室之后 我转脸就看向了窗外 车辆启动 气氛安静了半上 露成打开车窗 给自己点了一根声 声圈散在外圈 他冷不丁地说 什么人都敢睡 你也不怕得病 我不以为意地回了他一句 我戴套 露成脸一黑 你是男人 你有那玩意儿 你戴什么套 露成胸完 我包里的电话响了 拿出来一看 是秦海云打过来的 心累得忽略口气 我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 秦海云的声音 风风火火地传了过来 男生 陈找到了吗 我有气无力地回 找到了 在回去的路上 两人刚刚在酒店里争执 我只字未提 秦海云听闻陆陈回去了 一马说 男生 那你今晚好好把握住机会 这都两年了 我和陈该有个孩子了 要不然再拖一年 陈要离婚 你连一张底牌都没有 秦海云的牢道 我老人头 两年了 一边非让我生 一边孙孙很生 我都快精分了 关键我是拼了命想生 可露成不愿意呀 我没有及时回答秦海云 秦海云顿时几提问 男生 你是不是不想生 我敷衍回到 生生生 我想生的吗 为言露成淡漠地瞥了我一眼 一脚油门踩到底 车速就起来了 两人回到家里时 家里一片安静 我从洗手间 冲完澡出来 陈要想起了 秦海云刚才的叮嘱 还有我亲妈 隔三差五的询问 于是我心意狠 走到衣橱那边 挑一套黑色的性感 美丝那衣 刚刚提上裤子 还没来得及 披上外纱 陈诗的房门 忽然被推踩 是陈诚回房门了 这会儿他身上 穿着浅灰色的睡衣 抬手擦着半干不湿的头发 一一口就那么长着 两块胸肌被一览无鱼 陈诚乱不经心地擦了头发 厌无表情到 不用折腾 脱光了都没有用 陈诚说得轻描淡写 我神色却黯淡了些许 缓缓拉起那层薄纱 我心平气劲道 陈诚 你配合一点把任务完成 以后想怎么玩 我都不会还你 谁会打扰你的生活 想了想 我话锋又一转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 去做个试管也行 我说完 陈诚啪哒把毛巾摔在地上 咧着我下巴好笑地问 顾男生 你当我是一栋金子 四面相望 陈诚的身子忽然往下倾无倾 离我很近很近 近到几乎快吻上我的唇 我下意识挣扎了一下 陈诚恍然回神 一直腰身冷冰冰地说 顾男生 将我瓶子贵 想生我的孩子 你挺不够资格的 我扎心了 因为他不喜欢我 因为两人的婚事 是两家父母安排的 因为两家公司为了联手 所以陈诚哪哪都看不上我 陈诚又按住我的后脖子 用力把我抓到自己跟前 看着我的眼睛提醒 顾男生 你还有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你要是 还不能让我跟你造人 哪来的滚哪去 说完 他转身走到衣橱那边 挑了一套深色西装换上 转头就出门了 房门还重重地摔上 我无力地坐在床上 右手逼住了我头 我不知道陈诚喜欢夜厨的 如果早点知道这事 陈诚提这门婚事时 我说什么都不会答应 就算以后永远都生不了孩子 当不了妈 在床边坐了好一会儿 我走到衣橱那边 拿了一套正常的睡衣出来 虽说早就习惯 但每次被陈诚拒绝之后 我觉得自己作为女人挺失败的 我都这样了 陈诚还是不碰我 我也无能为力了 第二天上午午睡醒的时候 秦海云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男生 你和阿诚昨晚怎样 两人言和了吗 看见对秦海云的询问 我一筹莫展 这两年我被秦海云 追掉孙子都快逼疯了 这么想抱孙子 他当初应该多生两个孩子 而不是把所有希望 寄托在陈诚的人身上 沉默了半场 有无奈的回 回来一下就走了 听闻两人昨晚又没有办成事 自己又失去一个当奶奶的机会 秦海云心里拔凉拔凉 男生 你还是得对阿诚上点心 还是要主动一点啊 我心想自己就差给陈诚下跪 求他发发善心把自己睡了 我还要怎么主动啊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秦海云又在那头说 你这孩子 就是对阿诚太不管不问了 你等一下去公司给陈诚买饭 别让这陆太太当了太没存在感 别让其他人以为你好欺负 秦海云口中的其他人是叶楚 他在公司给陈诚当秘书 仅管一百个不愿意 但是秦海云电话都打过来了 我不好推脱 只能起床收拾好自己 拎着英人给我准备好的午餐 开着车子就去陆诗集团了 陈诚办公室外面 我还没敲门进去 就听到叶楚交流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阿诚 那你看我这样就该可以吗 把这个办公室的门没有关 我不动声色的看着里面 只见陈诚手里拿着文件 看着弯腰凑在他旁边的叶楚说 这个数据不合理 工程会有安全问题 还有地区这个位置 说到这里 陈诚突然转移了话题 你拉把椅子坐 叶楚扬起一抹笑 然后把不远处的椅子 拉到陈诚旁边坐了下来 门口外面 我冷不丁地翻了个白眼 眼下我不知道陈诚和叶楚的相处 算不算正常 但我知道 自打的陈诚结婚以后 陈诚从来没有这么温和的跟我说过话 更不会关心我是站着坐着 跪着躺着 或者活着还是死了 但不知道这件事情 在门口等了片刻 看他俩一时半会团不完 我拎着饭盒就转身离开了 在楼下放了一圈 经过家要电时 我想起秦海远对我的交代 掉头又回公司去了 不管陈诚不承认 我都是陈诚少奶奶 是他陈诚的合法妻子 我躲什么 我又没做亏心事 于是再次回到陈诚办公室的时候 我想都没有多想 直接推开了办公室房门 办公桌里头 陈诚和叶楚听着动静 抬头就往门口看了过去 看我都这么出现在眼前 陈诚眉眼微微一沉 叶楚先是一愣 细而从椅子上站起来 一脸笑个打招呼 男生 看着我手中的饭盒 叶楚又笑道 你是来给陈送我饭的吧 说着 叶楚又转脸看向陈诚 陈 既然男生给你送饭了 那我们就不去外面吃了 男生难得来公司一趟 你好好陪下他 叶楚表现得通情达理 好像他才是陈诚的老婆 就连陈诚吃我送的饭 都是他让出来的机会 看着叶楚 我漫步惊心的说 叶楚 你要让陈诚跟他爹对着干把婚礼了 要要把你俩的实质证据甩我脸上 成天阴阳怪气 你恶心谁呢 他要是会有本事的 我还见他两分 可他这么不上不下的 我看不上眼了 我的嫌弃不加掩饰 叶楚满是尴尬的解释 男生 我和阿诚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只是在谈工作 解释完 叶楚眼神又黯淡了几身道 那你们慢聊 我先出自了 房门被关上 我走到饭空桌跟前 我盯着陈诚不说话了 他刚才对叶楚可不是这态度 果然不被喜欢的 不管做什么 说什么都是错 我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 波恩不火的说 在我和你的事情上 我没有自己的主见 你爸妈的话就是圣旨 我违抗不了 不仅违抗不了陈诚他爸妈的话 我更怕我妈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哭唾 把我养大多不容易 让我听话一点 乖一点 话说回来 陈天阳对我还是好吧 两人结婚的时候 他给陈诚下了死规定 陈诚不能提离催 不能对不起我 要尽所能去经营这道夫妻 不然尽身滚出路甲 财产和家业全部归我 两人实在会不来的话 那也先磨合三年后再说 眼下只剩下最后一年了 看陈诚背对的不理我 而起身走到办公桌里面 拿起碗筷学着夜处焦滴滴的说 阿辰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黄 你就吃一点吧 陈诚抬头看向我 我说他眨了眨眼 把一块排骨递到他嘴边 我一撒娇 陈诚有点愣住 我使神拆张嘴 我却啪嗒把饭盒摔放在桌上 妈的 还真只吃信业的那一套 紧接着我把筷子重重的砸出去 你好气的说 爱吃不吃 谁他妈要灌你了 离开陈诚办公室时 我还特意和他秘书交代 说家里送饭过来了 使用准备了 然而等到了晚上九点多 我却又被秦海云的电话吵醒了 说陈诚拉肚子拉到脱水住院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起床换了衣服就去医院了 到了病房 秦海云说累 我就让他先回去了 送走秦海云再回了病房时 陈诚抬眸看着我说 顾男生 你尝能耐了 都敢给我下药了 我走进过去 把他拉拉背 笑领道 别说得那么不近人情 人家两口子下的都是春药 哪有下些药的 陈诚把手机摔在我跟前 上面正拨着我金药店的监控视频 之后他又把一张购药记录单 扔在我脸上 把柄被人抓住 我看着他陷入沉默了 自目相望 陈诚以为我会解释 结果我就突然说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怕我摆持不住 陈诚脸色一沉 拿起旁边的枕头就砸向了我 接住砸过来的枕头 我淡定又有理地说 你成天在外面发听酒地 我被逼得要死要火 给你下点要找点心理平衡 你诡围过 陈诚人言忽然抬手抓住我手腕 声音低沉黄厚地问 顾男生 你是不是吃醋了 我先是一愣 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放心 我吃屎都不会吃你的醋 我爽朗的笑声气的陈诚 往了一用力 就将我又往跟前拽领了 额头撞在陈诚的额头上 我疼得倒吸一口气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陈诚温热的唇 自然毫无征兆地 死盖在我的唇上 一时之间我正住了 陈诚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陈诚眼睫毛颤动了一下 随即就松开我说 不是每天喊着要生孩子 怎么着 还等着我伺候你 我恍然回神 抬手就去解他病毒扣子 他顺嘴问了句 现在这情况 你那啥玩意起的来吗 陈诚是真想拿针线 给我这张嘴缝起来 他气急地睁开我的手 逼扶你倒是拖得顺手 下药的事情 等你爸妈明天来了再说 我摔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忍不住沉了脸 陈诚 请这样就没意思了 陈诚招谁惹谁都行 但是不能招惹我爹妈 我爹妈是我的命根子 是我的底线 陈诚淡漠地看着我 给我下药的时候怎么不怕 说着 他从枕头下面摸出一瓶药扔给我 要么把这些都吃了 要么让你爸妈瓶里 拿起陈诚砸过来的药 看着是蟹药 我一阵明灵火 那又不得不压着木头 咬着牙说 行 陈诚你狠 我宁愿在医院里住几天 我也不愿意我妈跟梦江雨 哭成城式的迅误 我把那些药倒在手心 若是就要往嘴里扔 看我真要吃 陈诚再次抓起枕头 不轻不撞又砸我一下 手心里的药散落一地 陈诚淡漠道 我他妈没你报复心中 我一下就笑了 你试过的就直说 露成一个冷眼扫过去 我连忙做了个闭嘴的动作 不说话了 病房陷入了安静 没一会儿 秦海云点的酒店 外卖小米粥送过来了 有便端着碗筷 坐在床边 小心翼翼地捏着 每位木城一口粥 我都要先放在嘴边吹一下 看下温度 直到不烫嘴 我才放到木城嘴边 眼下的一切 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回到了那场争吵以前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 又没有这样相处了 夜深人静 露成一觉醒来的时候 屋子里只留了一盏床头小夜灯 灯光很暗 我趴在床边边上睡着了 两年 他已经两年没有这么看过我 露成抬起右手 快要触碰到我的脸时 却又悬在半空中顿住了 我那天的话 才字字句句都记得清楚 还有那场大火 和那些铁证如山的证据 往事一往而上 露成的右手最后 还是落在我的头上 自言自语地问 就那么恨我 不惜要我的命 经历过那一次 他们就不可能回到腾前了 他也不可能以我心愿 让我生孩子 他们在一起只有互相折磨 互相煎熬 后来直到出院 露成也没有把我下药的事情抖出来 照顾到露成出院 我正好也休完宁假 回路所上班了 两人这一别 都会回了形同末路的日子 这天中午 露成刚开完会 夏成便送来一些单据文件 给他签字 夏成把单据文件放下后 露成思作无意地问 顾男生最近在忙什么 掐这一算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找到他 夏成犹豫地想说 回Boss 少数人最近一直在忙工作 接了不少离婚案 说到最后一句 夏成的声音明显小多了 摔开手中拿着文件 露成冷声一笑 他这是提前先练手的 夏成不敢说话 实际上他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我为什么嫁给露成 是司马昭之心 不仁皆知 朝阳律所会议室 我打了一个喷嚏 正想着谁在背后骂我时 主任转脸便看向我 宇重心长地说 小顾啊 你年纪轻轻地怎么总结离婚案 说着 又把其他同事看了一圈 你们别欺负小顾年纪小事行人 就把不要的案子扔给他 我微微一笑说 主任 没有那么严重 我就当锻炼了 我和露成的证婚 到时候还不知道是一场怎样的厮杀 我先映着一下 主任紧着没说 那也不是这样锻炼 离婚案小顾你以后少接一点 以免影响你的不应关 我才刚毕业一年 主任怕我被这些官司影响 等我说话 主任又说 小顾 别说我当预导的不提点你 听说陆氏集团最近想换法务代理 你要是能把陆氏的法务代理拿下来 你在这行也算是一名经典了 这几年 他们律所全力争取过陆氏的法务代理 只是大股源流出马 还是没有拿下来 今年有我这个新面孔 所以想派出去试试 而且我的工作态度和能力 他是非常认可的 怕我不敢接着烫手的山芋 主任又说 小顾你也不要有心理压力 律所不要求你非拿下陆氏的代理 心理而为了就好 主任都这么说了 只不好拒绝 只好先答应试试 只是想到要和陆氏集团扯上关系 我就头疼 所以晚上回家陪我爸妈吃饭时 两人问我和陆晨怎么样的时候 我不冷不热地反论 爸 你和陆天阳非要我嫁给陆晨 到底是帮我还是坑我 我的话让顾清华脸都郁了 你这孩子胡说什么 我们当然是为你好 而且好几个算命的都说 你的八字只能和晨在一起 不然以后会拨入你 这辈子只能和陆晨生孩子 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就怀不了孕 生不了孩子 当不了妈 不知道是我上辈子欠了陆晨 还是陆晨欠了我 命运非要他们这般纠缠 也没有比我更狗血的命了 这时我妈问 清华 要是男生以后有孩子了 陈海妃得跟她离婚 那孩子能给男生吗 顾清华眉头沉沉说 天阳说了 如果真走了那一步 孩子肯定给男生 所以男生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生个一而已 这还差不多 我妈离我家有古迹 男生 你听到没 你得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生生生 我就算不吃不喝不睡觉 也不会不和陆晨生孩子 妈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本来我是不把这是当回事的 可是几个算命的说过同样的话 我不得不重视了 不管以后和陆晨会怎样 我都得赶紧地怀上孩子 吃完饭陪我爸妈坐了一会儿 保证一番肯定会生孩子的事情 我就开着车子离开顾家大宅了 回到玉林湾 我前脚刚进屋 江嫂信冲冲地过来回报 少爷回来 少爷回来了 我有些差异 自己不去找陆晨 他倒赶着回来了 看来是陆天阳给他施压了 看我断了一下 江嫂又高兴地说 我刚刚去楼上换床上用品 看少爷拿衣服去了洗手间 自己今晚就走了 老公回来一趟 佣人都替我高兴 好像是失宠的嫔妃 终于盼来皇帝看一眼 我在心里自嘲地想 我笑笑说 行 我上去看看 推开房门进入卧室 陆晨正好从洗手间出来 我一下就笑了 回来了呀 你等我一下 我先去洗澡 陆晨嫌弃 顾男生 你还能想点其他事情吗 我好笑地说 我回家先洗澡 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 我看到你要是没有你想法 你就该哭了 四十多分钟后 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 陆晨坐卧在床上看书 背负金色眼睛又带上了 我神清气爽走进过去 抬起右脚 就跨坐在陆晨的大腿上 轻聚儒雅的脸抬起 我更没看到陆晨的眼神似的 手指轻轻一勾 就把他睡跑的腰带解开了 用手拿着书 陆晨看着我没什么表情的秘密 下去 我打住了脱胎衣服的动作 看着他问 陆晨 你是不是不行啊 要真不行的话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陆晨一个冷眼扫过来 我失去的说 不想谈这事啊 好好好 那我们谈免其他的正事 陆晨放下手里的书 难得温和的开口 想明白了 打算离婚了 要翻个白眼 你能想念好的吗 说着我屁股往前挪了挪 陆晨垂蒙往下看了看 我已经两手摟着他脖子 笑眯眯的吻 陆氏集团的打物代理 你看能不 我话还没有说完 陆晨打断了我 想都给想了 我急了 别啊 你给其他律所代理 和给朝阳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条件可以谈吗 陆晨把我打烊了一下 勾起唇角 怎么谈 钱规则 顾男生 就你这德性倒贴钱我都不钱 别说让我掏钱了 那点小算盘 我突然进来的时候 他就看清楚 面对陆晨的不尽人情 我丝毫的位置 手指捏完了他的耳垂 要不代理费 我给你掏了 你给我生个孩子呗 陆晨抬起头 再让你儿子继承我的家产 你倒是想的美 结婚两年了 我每次看到他只提升孩子的事情 这样陆晨觉得自己像我的生物工具 我一下就笑了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 万一是女儿呢 要不我给你写个承诺书 我儿子不继承你的家产呗 我这么一说 陆晨更不愿意了 脸色一沉的说 下去 陆晨的眼神很清冷 五官生的极为好看 一丝不苟的严肃 让人有想征服他的冲动 于是我非但没有下去 还两手捆在他的脸上 身子往前一轻就稳住了他的唇 陆晨两手握着我的腰 想要把我推开 可我柔软的舌探进来 陆晨心下一紧 下意识把我的腰握紧了 终究没舍得推开 香气在两人唇尺间弥漫 屋子里的气氛很暧昧 什么工作 绯闻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右手顺着我的后背往上扶去的时候 陆晨扔在旁边的电话突然响了 陆晨瞬间被拉不到线时 松开我转身拿起了手机 电话那头 下识的声音传过来之后 不知道说了什么 陆晨立马说 你先去接人 我现在过去 陆晨挂断电话要走 我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陆晨 你这样就去得了呀 哪有人办事到一半抽身走人 却大德了 拿开我的手 陆晨面里表情报 陪你闹闹 你还当真了 要不是下识的电话来得及时 他今晚恐怕真会把持不住 如果被我得逞 那不是掉坑里 而是掉到深井里 陆晨一走 我一肚子窝火 通电话就和周北约着去酒吧了 听我说到嘴的肉飞走了 周北服依地问 你都这样吗 陆晨他都不动心 是不是真不行 我无奈 十有八九是隔应我 周北更紧一了 让他爽爽而已 以后又真离了 孩子又不要他负责 怎么想的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老婆 每天都不让你下床 周北流里流气的话 好像他真是男人似的 要命的是 周北体力脾气的模样 还有不少女孩在盯着我看 讲人聊着这些私人话 周北翻着手机 脸色突然一沉 然后把手机递给我说 男生 你家老龙确实过分了 结果周小北递给我的手机 我瞬间也沉了脸 人家是共享单车 共享充电宝 到我这儿成了共享老公 在外面花天酒地就算了 和我在一起就甩脸色 若晨是不是太不尊重我 太不得我脸了 不轻不重把酒杯倒扣在桌上 我起身正好离开 突然被几个女生堵住了 这不是顾大小姐吗 大晚上的脸色这么差 借酒消愁在啊 酒吧里的灯光很暗 男的女女的声音或者音乐很吵 不等我开口 女生又说 晨今晚又没回家 都有其他女人在一起吧 周北这时上前挡在我面前 但笑道 大晚上的 许明珠你也是借酒消愁 不过说回来 你确实带消消愁 陆晨的小情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这都两年了你还排不上号 许明珠顿时气红了脸 所以呢 你还真以为顾男生是陆晨的老婆 是陆太太 你让顾男生喊陆晨一声老公试试 你看陆晨答不答应 本来是许家跟陆家关系更好 两家老爷子都在商量他和陈的婚事了 结果被我集图先登了 所以许明珠名利案例 这给我听过多少乱 今天好不容易撞上 哪能放过这个机会 周北痴笑说 男生叫陆晨 他答不答应我不知道 但你叫陆晨肯定不答应 说到这里 周北眉眼一抬 许明珠输就输了 少在后面搞动作 许明珠炸了 我输给顾男生 你以为顾男生他是什么东西 要不是陆博博一时鬼迷心呛 他能有这个机会 这些年阿诚有把顾男生当老婆 给他半分面子吗 正都拿两年了 分离到现在都没办 这期间阿诚换了多少女人 顾男生心里连数 居然还死皮赖脸缠着不放手 我要是他的话 早就跳江了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周北神颂一尘 许明珠又说 倒是你周北 勇扬生连扬扬 成天不应不扬 你是女人还是男人 你自己心里清楚吗 许明珠的叫嚣我原是不在意的 直到听见他爸周北 我端起桌上的满杯酒 二话不说哗啦 泼在许明珠的脸上 许明珠 闹够了吗 要说夜楚跟我叫嚣 我还拿着眼瞧一瞧 意见人家能留在陆成的身边 能给陆成当秘书 可许明珠算什么东西 陆成从头到尾都没看过他一眼 都是许家上赶着到天 这种级别我怎么会放在眼里 被我泼得满脸的酒水 许明珠瞬间炸了 拿着手里的包就朝我砸过去 后男生 你居然敢拿酒泼我 紧跟着 我和周北就跟许明珠 我们六个女生拔起来了 尽管人少 但我和周北没多大一过 就把许明珠他们放倒了 离开酒吧的时候 我从包里拨出手机 拨了一通电话 梁菊 我是朝阳的小顾 跟你反应的是 我打电话的男人是市局的二把手 他那难搞的离婚案是我搞定的 所以很欣赏我的瑞智 半个小时候我回到家里时 许明珠因为在九八道市 被警方带走的新闻 已经树立上了被他热搜 强调众人推 一时之间 网上涌出了一批许明珠的同学 全都在爆料他 说以前读书的时候被他欺负过 被他抢的男朋友 虽然许家很快把热搜撤了 也把许明珠捞出来 但许明珠没少爱训 原本是一肚子窝火 所以许明珠这么一闹 我倒是笑了不少气 冲了澡 我正准备上床睡觉时 卧室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了 抬头一看 陆晨又回来了 陆晨进了屋 冷笑说 顾男生 我应该重新审视你了 他才出门一趟 我就惹是生非 老爷子的电话都打给他 问怎么回事了 我坐在床上 头都不想抬 不要得了便宜还耐乖 还有陆晨 你收敛一点 我和许明珠为什么起冲突 还很清楚 所以看到陆晨 五无音火又上来了 陆晨穿下西装外套 挂在衣帽架上 捡起衬衣的袖子 那小飞笑的看着我 你再管我 看陆晨朝自己走过来 我愿意表情说 我今晚不想看到你了 你出去 孩子不生了 不生 陆晨嘴角停着笑 确定不要这个机会 我心里默然一堵 随即而来 就是一阵窝火和酸楚 谁家两口子 是这么过日子的 想生孩子 还得低声下气地去求 还得看男人脸色和心情 我的眼神一点点冷下来 忽然想在陆晨面前 捡起自己的一点点尊严来 人说我冷轻轻地说 滚 陆晨半眯起眼睛 拿着取下来的皮带 挑起我的下巴 陆男生 你之前的内部劲呢 我抓住陆晨的皮带 砸在他的身上 你烦不烦 我越生气 陆晨越觉得有意思 歪腰挫到我身前 我今天很有心智 说话他抓住我 正要推开我的双手 就按在我床头 行 那谁不办事 谁是孙子 最后在两人的较量中 我发现陆晨是想发狠的弄我 于是我趁陆晨不注意的时候 抓起床头柜上的摆剑 就毫不客气砸在陆晨的脑袋上 陆晨抬手抹一打自己的额头 手心里全是血 有种无奇事 把摆剑扔在床头柜上 拍了拍手 扫过去 苏木白立马做了个闭嘴打住的动作 脸上却憋着藏不住的笑 开车送陆晨回去的时候 陆晨忽然侧目问 顾男生是不是吃醋了 苏木白肯定道 这不是明白的吗 不然能把你砸到医院 三哥 男生他很不错的 你珍惜一点 我比苏木白小一岁 由于和陆晨的关系 再加上性格大气 所以苏木白见面都是喊我生气 背地里还是喊我男生 陆晨拍了拍衣袖上干涸的血迹 脸色忽然没有刚才那么阴沉 嘴角还勾起了一抹笑 苏木白健壮一脸惊恐 三哥 你是不是被男生打傻了 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 想想这商明天怎么见人 怎么解释吧 有什么好解释 老婆打的呗 别墅的卧室里 陆晨带着商离开之后 我便没有等到他回来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收拾好自己出门时 直接就跟陆氏集团 去谈法务代理的事情了 会客室里 医术客气地说 陆律师 陆总在开会 今天不谈法务代理的事情 毕竟秘术告诉陆成 朝阳律所的顾励师来了 陆成说的是不见 把他把成这样 还好意思过来谈法务代理 谁给我的脸 没一会儿法务部的负责人来了 和我解释 顾励师 朝阳律所我们集团是不考虑的 这不是解释 是赤裸裸地拒绝了 后来我又去过陆氏几次 陆成还是不见我 法务也不和我谈 直到一个星期后 我下班时看到一样黑色的麦巴赫 停在人类所不远处 夏成看我出来了 连房下车打开后座车门 少夫人 我的步子停了下来 夏成说 少爷来接您回老宅吃饭 我偏一眼坐在车子后座的陆成 淡淡地说 没有时间 我好几次去入室 他留面都不见 这会儿还不回去演戏 我肯定不配合呀 车辆后座 陆成依旧端坐在那 表情看起来淡淡 他说 看来你确实是不想当妈了 这话我不爱听了 我双手跌在胸前 随眸看着他 你给过机会吗 陆成拍了他衣袖上 难以发觉的灰尘 吃笑的 睡不到我 是你修行不够 随后他抬起头 顾男生 以后我一个月回去一次 能不能把握住看你自己了 一个月一次 万一日子不对 但他就白回来了 而且陆成没有那么好说话 不会老是办事的 寒算到这里 我说 一个星期一次 没有商量 陆成看我半晌 微红的薄唇勾起 上车 等我上了车 夏成关上后车门 送一口气的也上车了 回家睡觉都要讨价还价 夫妻坐到这个地步也是绝了 陆成和我刚进老宅 老太太便风风火火地迎出来了 哎呦喂 我的小生儿回来了 快让奶奶看看 小生儿怀宝都没有 说着老太太就趴在我的肚子上听动静 都尴尬了 奶奶 还没有 老太太高兴不起来了 生儿 你和阿诚结婚都两年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 去医院看了没有 问题是你还是阿诚 我立马说 我检查都是正常的 我倒是想怀 可惜不能担心繁殖 不然早就生他七八九十个了 老太太听后 转脸就看向了陆成 阿诚 这么说的话 问题是在你的身上的 你这孩子看着人高马大的 怎么连个孩子都生不了 白羊你这么好吗 陆成很无奈 奶奶 我和男生还年轻 最近没有这个打算 结婚两年了 还没有这个打算 这森子骗谁呢 老太太正要对陆成时 陆天阳从楼下来了 妈 男生和城的事情 他们自有安排 你别瞎忏悔 说爸又看向了陆成 陆成 你过来 有点是跟你谈谈 陆成被喊走了 我就在客厅 陪老太太老爷子 唠嗑看电视 等他们谈完事情 吃晚饭的时候 陆天阳直奔主题的问 男生 听说你最近在 谈公司的法务代理 我抬起头 是的爸 陆天阳一锤定音 与明天直接去公司牵合后 我毕业那会儿 陆天阳是想让我 进陆氏集团的 想好好栽培我的 说我自己的愿意 我一下高兴了 谢谢爸 这么些年陆天阳 对我是没有话说的 处处都为我着想 帮着我 如果不是陆天阳 年纪比我大太多 不是秦海人对我太好 我就想嫁给陆天阳了 那肯定比嫁给陆成强多了 一旁老太太 则是一个劲 再给陆成加菜 阿诚 你多吃点补补身体 不转眼一看 老太太给陆成加了菜 全是人生很牛鞭 老太太 这是多不相信自己的孙子 我见状也帮陆成加菜的说 代理的事情谢谢你了 你多吃一点 陆成一个冷眼扫过来 我冲他一笑 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把卧带里拿下来了 我的心情好得很 这时秦海人趁着打铁地说 陆成男生 你俩男都回了一趟 今晚就不回去了 咱老宅风水好 你俩今晚留在这边 男生指定就怀上宝宝了 老太太也补充说 阿诚 你等一下卖力一点 争取一太爆俩 说来说去 一家人还是想撮合 我们早点发上孩子 所以等回到楼上的卧室的时候 我便问 生吗 陆成在卧的看了我一眼 陆成 你还能想点其他事情的吗 我好笑了 我看到你不想这事 还能想什么事 再说我要是和别人想这事 你愿意吗 陆成走近掐着我的脸 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我拿开他的手 搂住了他的脖子 你是我老公 我要那些假惊惊又做什么 对我而言 要孩子比较冷面重要多了 再说了 我在陆成的眼里 早就没有形象了 垂涝看着我 陆成低声说 这男生 没有你这么当女人的 胡说 我不就是这样的女人 说着 我直接吻上陆成的唇 陆成心下一挤 两手搂住我的腰 想把我推开的时候 还有他爹妈爷买来的雾底 一下子又清晰了 可是 陆成推开我直接去洗手间了 到嘴的肉又碎了 一时之间我的心派炸裂了 拖下脚下的拖鞋 冷得砸向洗手间那边 陆成 你还是不是男人了 宁愿去洗手间解决都不碰我 我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大半个小时候 陆成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背对他那边睡下了 陆成在旁边坐下去 不小心碰到我时 我转过身就踹了他脊脚 陆成没有提防 一下子被我踹到地上去了 顾男生 陆成低声怒喊 我仍然背对着他不吭声 陆成扶了一下我头 知道我这次是真生气了 再次坐在我旁边 我要踹他的时候 陆成抬腿把我一压 我就没法折腾了 眼看不是陆成的对手 我两手撑在床上坐了起来 行 我回去醒了吧 陆成刚才那一遭 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谁当老婆 像我这样当的地区 陆成直接黑了脸 顾男生 大晚上你能弄消停一点 我不消停 我突然很委屈 眼圈一红 自嘲地笑了 很快我又恢复了镇静 开口道 陆成 这日子你要真不想过了 你去和你爸说清楚 两年了 我受够了这样的冷漠和独手空放 不行的话就趁早算了 这荒着那么大的事情 说吧我就去衣橱那边拿外出衣服 陆成看我来真的 上前抓住我胳膊 用力一扯就把我摔在床上了 我穿了身子要起来 陆成直接压了下去 两手按着我的手 顾男生 也把事情闹得收不了场 刚刚才演了一出情色和谐 我这回三连走人 老爷子和老太太怎么想 红对眼圈 我把头侧偏不看陆成 陆成心里一扯 我身去闻我 我把头偏得更厉害了 嘴巴都来在枕头里面了 这会儿我不乐意了 也不稀罕陆成了 陆成无力 好生好气地跟我说 回来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 以后每个星期回去一次 结婚两年了 陆成是第一次跟我回来 第一次这么耐心地跟我说话 我不说话 后来陆成是抱着我睡的 我一直背对他 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所以就算两人结婚了 就算我上改就送上门 我早就不在了 陆成转脸看向旁边 想到我昨天晚上的倔强 最后连碰都不让他碰 一直背对着他 他心里不是滋味了 以前不管他说什么 做什么 怎么跟我甩脸色 我都一脸笑地跟他闹 可这一回我不闹了 与此同时 还没有到上班的时间 我早早就到了律所 把陆成的合同准备好了 由于陆天阳提前打了招呼 我去了陆成之后 便没有去找陆成 直接和法务把合同签了 下诚跟陆成汇报这事的时候 陆成的脸当场就难看了 没事的时候 我是找都不找他的 作为新人签下陆士的法务待遇 一时之间 我在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疯狂 律所上上下下 谁都没指望我把陆士拿下来 只是让我出去试试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拿下来 我的主任被叫一个高兴 当天晚上就宴请全所的人工庆祝 饭桌上 主任春风满面地和我敬酒 小顾 你真是让人意外 让人惊喜啊 没想到我们几年没拿下来的合作 你一来就给拿下来了 你这孩子 当初看你第一眼就知道前途无量 来 这第一杯先进小姑娘 我端着酒杯站了起来说道 主任 您过奖了 主任一口干了 我也很给面子的一口干了 玉林湾一号 书房里 陆成难得回来一趟 我到这个时间点了 却还没有回家 起身走到落地窗路边 仍然没有看到我回来的迹象 陆成脸色更明晨 看来 我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家里公司两条线 没多大一会儿 江嫂送点心和茶水进来的时候 陆成顺嘴问了一下我平时的情况 江嫂说 少妇人偶尔会加班 但是情况不多 回来的也挺早 今天这时间还早 已经都九点多了 平时埋怨他回来的少 他自己也没有好哪儿去 陆成以为自己答应我每周回来一次 我就会在家里盼星星盼月亮的等着他回来 结果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两手揣在裤兜 陆成仍然站在落地窗前没有离开 他倒要看看 我今晚什么时候回来 奥迪四里 男孩两手握着方向盘 看我歪着脑袋靠在车窗上 他问 杜律 你还好吗 我拧着眉头 右手按着胸口说道 我没事 今天晚上我是主角 所以喝了不少酒 刚才的时候 大伙还说要去唱歌 我实在连路头走不稳 主任就安排同事先送我回家 十多分钟后 车子按照我指的路 进入玉林湾别墅区时 男孩不由的震惊了一下 玉林湾是A市最高级的住宅别墅区 衣衫暴水 环境优美 是A市人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 自然地价也如今 会到令人咄舌的地址 没想到我住在玉林湾 车子停在我所指的 玉林一号时 男孩更为震惊了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玉林一号应该是 被A市某个大人物圈了进百米地 见了眼前的这座别墅 坐过绿 喊了我一声 正准备跟我确认识 别墅的院大门 忽然缓缓打开了 只见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 穿着深灰色的睡衣 等着脸 不仅不慢地走了出来 等看清的人是陆成 男孩握着方向盘的两手 手背上的青筋都抱起来了 顾男生 谁让你在外头喝酒吧 下驶座位上 我听到陆成的声音 一下抬起头 惊讶地说 你回来了呀 显然 我把两人的约定忘了 打完招呼 冲陆成笑了一下 我又继续去解安全带 嘴里还喃喃嘀咕 怎么解开了呢 陆成面露嫌弃 却还是弯下腰 帮我把安全带解开 还把我从车上抱了下来 两手条件反射地 搂住陆成的脖子 我嘴里却说 陆成 我没有喝多 你抱我下来 我能自己走 陆成听后 把我抱得更紧了 好像是在宣示主权 院门口那边 男孩早已经都没等口呆 难怪顾虑能拿下陆氏的法务代理 原来和陆总有这层关系 再想想陆成刚才的眼神 男孩一个冷战 陆总该不会有误会吧 于是 赶紧钻进车里拿出我的包 说道 陆总 这是顾虑的包 要解释道 陆总 律所今晚去餐 我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所以负责当司机送各个同事回家 陆成接过男孩递过来的包 淡淡道 谢谢 不客气的陆总 人口处 男孩梦送着两人进屋 直到我被陆成抱进别墅 他迟迟都没有回过神 原来顾虑这么有背景 看来 他们律所又要生几个档次了 抱着我回到楼上的卧室 陆成把我扔在沙发上之后 拉着旁边的椅子就在我面对坐了下来 一副审讯的证实 顾南生 那一男人确定是你同事 他是单独送你回来的 还是一起送了别人 刚才那男人长得白白净净 斯斯文文 是我会多看几眼的内心 我抱着抱枕 最眼迷离地看着陆成说道 陆成 你是不是吃醋了 陆成越想知道 我就越不告诉他 谁让品位里他总是隔音我 总是各种各样的推文 陆成直视着我 给自己点了一根声 看我中眉 他抽了一口又把声掐灭了 那男生 你别装傻 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我一下笑了 扔开怀里的抱枕 从沙发起身就跨坐在陆成的腿上 搂着他的脖子说道 轻柔地握住了我的腰 将我用力往前抱了一把 两人就贴得更紧了 心里的烦躁些血消退 陆成两根手调起我的下颚 看着我那张脸 撞起了唇角道 心虚了 撒娇 我正开他的手 把脸埋在他的脖梗间蹭了蹭说道 陆成 我好困 好想睡觉 我像猫一样的柔软 陆成心都软了 说道 对男生 下骨为例 我没有理过他的警告 像没有骨头一样 靠在他的肩膀上 柔软的C蹭在他的脸上 陆成 我要亲亲 陆成夹着我的两手臂 将我亲亲推开 说道 你别的一寸进一尺 不亲 我坐直身子说道 让我去亲别人 说吧 就要从陆成身上起来 陆成脸沉了一下 揽着我的腰 把我拽了回来 一个亮相 跌在陆成的怀里 我的额头 直接撞在他的额头上 唇瓣撞在他的唇瓣上 两人微热的唇瓣贴在一起 陆成很清香 我满身酒气 我喝了口唾沫 正准备往后退避开陆成时 陆成身子往前一倾 就把我吻上了 我眼眸一垂 抬手就扭住了他脖子 一阵热吻之后 我最眼眸默地看着陆成问道 陆成 我甜不甜 陆成回答道 甜 我说 那你还不心动 还不和我生孩子 打横把我抱了起来 陆成往洗手间走过去 边走边说道 声 我满意地笑道 谢谢老板 嘴上喊得凶猛 结果陆成刚把我放进浴缸 我就不眠人事地睡着了 眼下 头痛欲裂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完全断片了 陆成也早已不在整边 后来的几天 陆成又像以前两没有音讯了 秦海云打电话 问他俩的情况 我才给他发了信息 没多大一会儿 夏成给我回的电话 说陆成出差去了 直到周五这天晚上 住所里的同事都下班了 我还在加班 翻着手里的资料 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 头都没有抬起来 我直接拿起了手机 等看见陆成三个字 我看资料的动作突然顿了一下 结婚两年 他还是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 回过神 看这会儿已经快八点 我接通了电话 出差回来了 电话那一头 陆成淡淡道 嗯 是在家里吧 说着 我又道 你先洗个澡 你洗完我就回来了 陆成瞬间沉了脸 紧跟着 就把电话挂断了 啪 手机被他不耐地扔在医表板上 陆成是真想把我的脑子带开看看 看我一天到晚在想事 电话被挂断 我没放在心上 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资料 经着包就下班了 片刻后 我踩着高跟鞋来到楼下时 一眼就看到陆成那样 先让款的卖八赫了 车子拉风 那串666的车牌号更拉风 也以为是夏成开车过来的 我经过去 没有看见夏成下车给我开门 我便知道陆成今天是自己过来接我的 结婚两年 陆成很少接我 以前的时候 他倒是经常去学校接我 打开副驾驶时的车门 我一脸笑着坐了进去 直接从机场过来的 但莫的瞥我一眼 看我系好了安全带 他便启动了车辆 陆成今天晚上又是给我打电话 又是亲自过来接我 车子启动之后 我便拖着脸盯着他后看 我带笑着眼神 陆成腾出右手 手指撑在我的脑纹上 你别这么盯着我 我喜欢你呗 握着方向盘的两手不经意抖 陆成的反应 我笑得更灿然了 随后 眼神往他下面挑了一眼 接着调戏 陆成 你那啥了 右手捏住我的脸 陆成让我看向了前面 你还是不是女人 要不等一下回去了你咽咽 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陆成耳根微红的模样 我心里都要饿死了 明明是叱咤风云 呼风唤雨的人 结果两句暧昧的话 红耳朵就红了 我的笑脸 陆成格外的嫌弃 所以我每次看他的时候 陆成都把我拨开 让我看自己 我的绿索淋雨淋湾 差不多一堆小时的车程 和陆成闹了一软 陆成不让我看看 我干脆生了个懒腰睡觉了 陆秋的天气 吹着四四的凉风正舒服 随家路上的风景很温馨 陆成余光 听了一眼躺在旁边的我 想说刚才那些红话 嘴角不禁往上扬了一下 我的脸皮 我要是任天下第二 就没人敢认第一了 半个小时后 车子停在院子里 陆成解开安全带 正要寒醒我时 他扔在旁边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来一看 他是叶楚打过来的 陆成的脸色下意识的沉了一下 即便如此 他还是接通了电话 陆成刚把电话接通 叶楚的声音便带着哭喘过来 阿诚 我妈我突然犯病了 阿120 医生现在还没有过来 阿诚我好害怕呀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 说完 就在那头气不成声 电话这头 陆成还没来得及开口 我的眼睫毛 倒是先颤动一下 叶楚梨花淡雨的哭声 陆成面不改色 但定道 我让夏诚过去帮你处理 说吧 他挂断电话就给夏诚打过去了 让他过去跑一趟 这时 我的呼吸比刚才平静多了 我以为 今天晚上会留不住陆成了 挂断电话 陆成转脸贴了某人一眼 醒了就自己下车 我是不会抱你的 我却并没有睁开眼睛醒过来 陆成健壮 解开自己的安全带 打开车门头 也没回就往屋子里走了去 看陆成真走了 我解开安全带 赶紧打开车门也下车了 追上去之后 我两手便挽住了陆成的胳膊 陆成看了我一眼 陆成的脸色很冷 我仍然一贯的好脸色 和叶楚刚才哭哭啼啼的情形 反差很大 四目相望 陆成加快了步子 我也加快了步子 陆成 生一个呗 陆成 不声 嘴上说着不声 却并没有把我的手 从她的胳膊上拿开 一会儿 两人进了屋 姜嫂看他们是一起来回的 笑得比验子里的花还要灿烂 别放让厨房备晚餐 今天的我 心情似乎格外好 看陆成的时间 和陆成说话都比平时要多 吃完晚餐 两人回到楼上的卧室时 陆成看我还心情很好 他冷轻轻地提醒我 也别高兴得太早 自己是答应过我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但没有答应其他的 我不在意到 我先去洗澡 过了好一会儿 我醒完早出来的时候 陆成已经坐在床上看书了 脊梁上仍然架着那副金丝眼镜 走近过去 我单膝跪在床边 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陆成抬起右手 手指撑在我的脑门上 让我和自己保持着距离 眉眼往上一开 我正好说话 我兜里的手机响了 客户打过来对您电话 于是看了陆成一眼 从床上站了起来 我先接个电话 说吧 连忙接通了电话 哎 巧姐 电话那头 中年女人的声音 我陪她设这么多年的苦 把这个家和孩子照看得这么好 她到头来说翻脸就翻脸 说离婚就离婚 难道外头那些小狐狸精徒 她什么 她心里不清楚吗 她这么对我就不怕报应了 说到这里 女人在那头失声痛哭了起来 我一听 刘伟也知道 肯定是刚才和我老公 又为离婚的事情吵架了 一手拿着电话 一手给自己倒了杯水 我安慰 巧姐 事情走到这一步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在这段婚姻给我们努力过 付出过 眼网随货 既然曾先生还是不愿意过下去 那我们只能理性的考虑问题 在经济上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毕竟您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我的话 做成抬头就看向了我